选前不到60天 马总统不跑选举行程 而是花时间听取前几天 才骂行政团队无能的吴院长 报告施政成果 而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经济不断上升 竞争力不断提升 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家 不同于几天前 教训自家阁员的态度 吴敦义赞美政绩 包罗万象 最后还不忘感性收场 中国国民党为国家而存在 为国人而努力 对你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任务 深感光荣 未来的挑战还是非常的严峻 我们千万不能够 因为有这些成果呢 就自满就骄傲 民众的感受 才是施政成果最后的指标 只是马五两人对政绩挂保证 但看看未来世界交易所 所做的十大得证票选 高居第一名的竟然从缺 而十大民怨第一名的则是 633跳票竟然又来黄金十年 无回秀政机 总统说要听听人民声音 看来民众似乎不太满意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对于同志 对于他施政成果的报告 但然后就在男人上 久不见到 一直以后 听听人民币